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我在这个章节要介绍复制生物以及它的应用 复制植物相当容易 主要原因是在于许多植物仅需要一点分生组织 就可以在人工培养的状态下产生新的蜘蛛 1960年康奈尔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史多华 发现以摇晃的方法将红萝卜的根部的细胞分开 再将分离的胡萝卜跟细胞放在培养机去培养 经过培养机的更新 一个细胞就可以发运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小蜘蛛 一般人就可以做复制植物 因为它相对简单 可是为什么复制动物会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议题呢 相较于植物 复制动物有它的难度 尤其是复制哺乳动物更是困难 1952年布瑞格和金恩就已经完成复制青蛙的技术 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成就 布瑞格跟金恩可以由青蛙的底细胞 复制出另外一个遗传组成完全一样的青蛙个体出来 至于复制哺乳动物在技术层面上就困难多了 因为哺乳动物具有遗传隐痕等特殊遗传机制 增加了复制过程的难度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复制的哺乳动物 举世闻名的桃利羊 就是从一只成年的羊的乳腺细胞 复制出来的 桃利羊的复制过程 从一只六岁白脸母羊的乳房取出它的细胞 体细胞 再从黑脸羊取它的软细胞 把它的软细胞的核去除掉 然后呢我们再把两个细胞融合 经过培养再植入另一个黑脸羊的子宫中 死鸡成为代理孕母 桃利羊拥有白脸羊的全部细胞核 所以它的基因与白脸羊的是完全相同 视为白脸羊的复制品 桃利羊共生下四只小羊 桃利羊的DNA有缺陷 一般认为这是造成桃利羊有找老现象的原因 2002年当她五岁半的时候 就被诊断出罹患甘觉炎 2003年才六岁的桃利羊 就罹患了末期肺病 2月中旬执行安乐史 结束她的一生 所以她的生命是比一般正常羊的寿命短 一般羊的寿命是12年 桃利羊的诞生虽然开创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新业 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未成止息 复制动物的技术 在基础科学的研究 农业的发展和生物医疗上面 可以提供重大的贡献 但是像复制株 以提供一种器官移植等 是不是值得我们在伦理上省思呢 将面临绝种的动物 它的组织细胞保存起来 这是保育学家 期待用这些细胞的样本 能和血缘相近的生物 将它的卵融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有效地让绝种的动物重新再现 可是DNA会随着时间而降解 恐龙是在6500万年前的生物 所以看起来它的复制是无望的 倒是最老最完整的DNA 是目前始于3万年前的尼安德塔人 我们有机会复制吗 同学们 我们期待地看未来的科技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